解密努尔哈赤之六 统一建州 铸城称王 闷声发大财 1583年 努尔哈赤在凭借十三副仪甲起兵 在生死兄弟 俄义都安费阳谷的追随下 打着为父祖报仇的旗号 一路追杀仇人泥堪外栏 开始了攻城拔债的艰难起步 起兵后的第四年 在明军俯顺边境 派大将 砍杀了躲在军营里的尼堪外栏 努尔哈赤用他的人头 祭奠了父祖的在天之灵 了却了心头之恨 建州女真父亲各部是望风归父 万历十五年 公元1587年 努尔哈赤在忽兰哈达东南 二道合子筑城 建立统治中心 同年六月 定国政 凡作乱 怯道 欺诈 西行严禁 到了万历十七年 公元1589年 努尔哈赤完成了 对建州女真的统一 当年九月 明朝晋升努尔哈赤为 都督千世 开始扶持他了 努尔哈赤 在给朝鲜国王的书信里头 自称 女执国 女执国当时叫女执 就这针字下面没俩点了 说女执国建州为 管树一人之主 努尔哈赤 自称我 我是在这儿管理这些人的 老大 努尔哈赤 接着努尔哈赤是一股作气 到了1595年 先后夺取了长白山部 包括 乐阴部 鸭绿江部 朱舍礼部 这三部女执 到这儿 经过十年的浴血奋斗 努尔哈赤终于 风起称雄 把女执各部 环满洲而居者 皆为萧平 国事日盛 萧啊 就过靴的靴 萧 皆为萧平 国事日盛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执的过程当中 为着兴建立业 巩固权位 暗自发展 扩展势力 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 兴建费阿拉城 和开始称王 万历十五年 1587年正月 努尔哈赤在建州女执 苏克苏护部的南港上 驻了一座城 这就是后来的费阿拉城 这个地点呢 就现在 府顺市新宾县 永灵镇境内 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里面称王了 建立了王权 据记载啊 是在万历十五年 1587年六月 定国政 禁备乱 击盗贼 法治以利 这是记载 同时也建立了一支 纪律严明的军队 因此 费阿拉成为了当时女真的 政治 经济和军事的中心 这一点是 满洲十路 这本书里面记载的 满洲十路是成熟于 清朝天聪年间 是清代技术 满族崛起和 努尔哈赤时期 史事的重要的 官修史书 这个满洲十路里头 对这个费阿拉城 是这么记载的 说只有 筑城三层 起见楼台 这八个字的记载 一座城啊 你就八个字写 有点 太简单了啊 但是 别着急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 左建一下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城 对于费阿拉城 有一个详尽的描述 是朝鲜 一名官员 叫朝鲜南部主部 申中医 申中医是在 公元1596年1月 奉命到了费阿拉城 他专门写了 有专门这个记录 在建州继承图记里面 对费阿拉做了详细的技术 这本书里面记载 费阿拉的炸城 炸兰的炸啊 非阿拉的 以木炸围住成圆 略成圆形 比金太祖阿古达 栽柳尽围的皇帝寨 那更为谨言了 是吧 更为严谨了 那是栽柳 这直接还还木炸呢 炸城内 是努尔哈赤行使权力和居住的地方 有神殿 古楼 客厅 楼宇 行廊等等的一些建筑 楼宇高两层 上腹鸳鸯瓦 也有的是盖有草 有的是墙上抹石灰 住院上有彩绘等等 这描写的还是相当的详细的 那时候 努尔哈赤就在炸城的客厅里 接见了朝鲜官员申中医 从申中医的技术中啊 可以窥见到努尔哈赤称王以后 他生活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努尔哈赤长的叫躯干壮健 鼻直而大 面铁而长 这就是申中医那个建筑 继承图记里面记载努尔哈赤的模样 我们知道女真的男子是剃发的啊 我们都看了影视作品里头 清朝男子都是前面是剃光 后面是梳一长发 这个中后期的 中前期 发型跟这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女真男子剃发 就只在脑后的留发 分解成两条辫子垂下来 然后呢 口姿就是那个 唇边的这个须啊 仅留十余根 其余的都掐去了 当时在接见申中医的时候 努尔哈赤坐在中厅的黑漆椅子上 猪将配件站立左右 宴会时 大厅内外 吹动销弹琵琶 拍手唱歌 以助酒性好不热闹 酒憨耳乐之后 努尔哈赤也诚姓离开椅子 自弹琵琶 耸动其身 舞霸 幽人八名 各成其才 你看这样描述 非常的活灵活现 有各种契约 有跳舞的 唱歌的 努尔哈赤自己也会舞蹈 好多朋友们开玩笑说 你看人家 少民族 每个都是喝酒了以后 是宰个宰我 这个记载非常的丰富 详识 宴会以后 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的回帖 把这个回帖交给了申中医 这回帖谁写的呢 你要知道 朝鲜那个时候是大明的蜀国呀 他们的文化建制 服饰都是受这个大明的影响 他用的文字都是汉文 所以 女真人 他们 不会写汉文呢 这个回帖 是由被劫持到城中的汉人 来写的 写帖子的人叫 龚自禄 从这样一个记载里面 我们就描绘了一幅 桀骜不逊 又生机勃勃的 已经迅速崛起的 女真人形象的画面 所以努尔哈赤的崛起 迅速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忧虑与恐惧 在万历23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里面 就记载了朝鲜国王的一番议论 这个议论就足以反映出 当时的朝鲜 对于努尔哈赤这个地方势力 崛起的惊恐与恐惧 是这么记载的 若以合冰合 等到合里面这个冰 动起来合起来了 鲁骑充斥 是我父被受敌 天王之秋 不能知无矣 念及于此 不觉凛然而心寒 这就好理解 冰天雪地 江面上兵也封了 他们那些人的部队 就会充斥到河面上 我就腹背受敌了 我就支撑不住了 一想到我心里面就特别的寒 这是朝鲜方面的记载 明万历17年 明朝命努尔哈赤 升任建州魏都督迁士 左都督 到了万历23年 晋升龙虎将军 还接受了龙虎将军宝剑 大家看看 最先关注到 努尔哈赤崛起的 不是大明朝廷 是朝鲜 李朝啊 因为朝鲜当时的北部边界 他始终跟建州女贞是交界的 全压交错呀 所以他素来对于女贞的动向 是非常警惕 有人问了 那明朝他就 刚看着努尔哈赤 一步步做大 他统一了建州女贞各部落 兵强马壮 他不管吗 辽东总兵李承梁在干嘛呢 不是明朝 不管 不是明朝 不看 1589年 也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贞的这一年 继努总督张国燕 辽东巡抚 顾仰谦 徐元 三个人呢 为努尔哈赤 请生这个都督千世的奏书里面 就称赞 说 努尔哈赤啊 内向成疑 说这个人呢 很实诚 是个好人 是个好孩子 而且这个说法是 有依据的 说这个努尔哈赤啊 不但多次送回被俘虏的汉人 还把骚扰明朝边关 柴鹤堡的一个女真贼手 杀了好几十个人给砍了脑袋 并且把这些人呢 砍了脑袋就送给了明的朝廷 所以你看 好孩子吧 是吧 由于种种这样的表现 明朝方面对于努尔哈赤很满意 把他看成叫 能克制东夷的今日之王台 这你就明白了 明廷啊 不是说要坐拥他坐大 而是还是那种纵横摆 和在女真的内部扶持代理人的这样一种模式 从1583年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 从以甲十三副起兵 开始统一建州女真 到1587年在菲亚拉称王 兵力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这个事业是蒸蒸日上啊 这有两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一方面 那确实自己雄才大人啊 策略正确 另一方面 那就是外围 名将李承良策略的错误 李承良是 晚明军事史上 很有争议的将领 他可以说是努尔哈赤的引路人 也是他一手扶持了努尔哈赤 但另一方面 李承良和努尔哈赤 也是暗战不断 不断的拆努尔哈赤的台 挑动努尔哈赤兄弟的矛盾 所以这个你从明朝的出发点而言 李承良这样做 其实是没问题的 我不能试任何一个地方的 割据的这些人做大 必须搞他们自己内部乱 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 可能是一只狼啊 过了十年后 那成了一只老虎了 你更不用说了 在努尔哈赤疯狂扩张的时候 李承良和其他的明朝将人 在干嘛呢 在帮着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老对头 海西女真 明朝对着海西女真 足足用了三次兵 哎呦 那打得厉害着呢 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 努尔哈赤游近极远 先弱后强 是一城一寨 一族一步的兼并了 建州女真各部 既向明朝 称臣纳贡 互事通好 又暗自独立发展实力 闷声发大财 这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时候 采取的两面政策 如何能够慎重的处理与明朝廷的关系 是他宏图霸业成败的关键 努尔哈赤曾目睹建州女真首领失败的教训呢 是吧 亲老爷王高 纵兵犯鞭 被同族出卖 斩首 泥堪外澜 为了抱李成良的粗腿 为命侍从 去做带路党 讨伐这个王高的儿子 最后还不是被明朝廷 抛弃了 被我一刀咔嚓了 有道是实力才是生存下去的保证 才是称王称雄的资本 在这个冷血的辽东 努尔哈赤是心如明镜 就这样 努尔哈赤伪装中顺低下头来 向明朝称臣纳贡避开明朝廷的注意 然后急具实力快速扩张 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 筑成称王 有了大规模征战的军队和基地 明朝廷无所作为 不好意思 我就要动手了 努尔哈赤就把目标指向了海西女真的 哈达 叶赫 挥发 乌拉四部 下期请关注 解密努尔哈赤之期 辽东总兵李成良的 骄傲和失算 下期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